如果一个美女对你做出这种工作 那你可能要小心了 这天 大山正在公车上左顾右盘 突然对面有人吸引了他的目光 原来是一个美女正笑盈盈地盯着他 大山有点懵 立马害羞地转过了头 假装看窗外的风景 毕竟长这么大都没被女人这么看过 这时大山心生一计 假装转头 然后乘机看美女 还傲娇地扬起自己的小脖子 说实话这都是年轻时马剩下的 这也充分说明了大山是个纯情的小初男 她不敢直接跟美女对视 于是又打起了大腿的主意 美女就会正在听MP3 她的视线慢慢往上移动 美女不仅长得美 显然身材还极好 又跟美女对视了几秒 大山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 然后看向了旁边的老头 老头戴着墨镜 手上还拿着一根导膜杖 显然是个盲人 她又扭头看向了邻座的大姐 大姐这会正神牛天外 这下她放心了 鼓起勇气跟美女对视 美女也含情默默地看着她 但大山毕竟还是年轻 很快就败下阵来 这时公交车到站了 邻座的大姐下了车 大山一看没人 赶紧用书包站了座 这下没人打扰她看美女了 美女闭上了眼睛 午后的阳光洒在她绝美的脸上 还用那小手轻轻撩动秀房 这个大山都看呆了 她已经彻底沦陷在美女的盛世容颜中 盯着某处还情不自禁舔了舔嘴 这时她看了一眼美女又很快转过了头 原来美女好像有点生气了 大山表面装作无事发生 内心实则慌得一批 好在公车又开动了 她借着玻璃的反射观察美女 发现美女又笑了 她壮起胆子一看 美女的嘴唇好像有点不太得劲 这跟美女的嘴唇有点不太得劲 但大山好像比她更不得劲 她低下头 想看看自己到底哪不得劲 然后抬头一看 好像美女也发现了她不得劲 这可咋办好呢 大山决定夹起双腿重新做人 过了一会儿 她又忍不住看向美女 发现美女的眼神中带着一丝挑衅 还冲她乐啊 大山一看也微笑回里 这个表情我没搞懂到底啥意思啊 有懂的朋友可以评论区告诉我 美女的表情越来越野性豪放 大山也开始渐渐放开了自我 还冲美女挑了挑眉毛 美女的微笑中透露着赞赏与鼓励 大山这下更来劲了 她先观察了下周围 然后慢慢转过头 眼神中透露着坚定 接着一只手慢慢从身体往下滑 再接下来做了啥我也不知道啊 只见她啊了一声 然后得意的向美女挑眉 美女冲她点点头表示认可 这时公车又到站了 美女抓着老头准备下车 然后她接过了老头手里那根捣盲杖 原来美女才是那个盲人 那老头还渐兮兮的回头 送了大山一个飞味 大山这回已经彻底懵了 我提一杯啊 纯情男孩坐公交 对面美女把她撩 哪只美女眼睛糟 一扇还比一扇高 我是宝牙 喜欢的关个注 谢谢 谢谢 好